西藏旅行之 刚到拉萨怎么玩 小伙伴们都知道有个很恐怖的东西叫高反 所以刚到拉萨的第一天最好不要太多 不建议高强度的行程 如果实在不想浪费青春 那么可以实施我的走马式打卡法 当你办理好入住并确认身体病无不适后 可以先前往八阔街 在八阔街你可以看到大名鼎鼎的大昭寺 和清政府驻葬大臣衙门 接着步行十分钟左右 到达布达拉宫广场湖心处 欣赏布达拉宫的全貌 沿着药王山的方向走 即可到达亚王山观景台 打卡50元人民币图案取景处 观景台马路对面 施布达拉钢转金长廊 小伙伴们记得怀着虔诚的心 顺时针转动转金筒哦 逛完了这些肯定也饿得差不多了 回到八阔街附近 品尝下几家安德诺子葬餐牦牛火锅 热气腾腾的牦牛包子 会让你第一口就感觉能量满满 回到酒店会有一些轻微高反 记得不要洗澡不要运动 多喝热水早点休息晚安 记得点赞加关注 感谢观看